12月和1月我都舉辦工作坊 這次就讓大家看看12月的情況 因為好想每一個學員都可以體驗到很多不同種類的梅材 所以我就帶了很多東西去這個工作坊 塞滿了行李箱都不但還不夠裝 我所有的紙膠帶、水彩、印章都拿過去 而且為了這個工作坊 我還特地在台灣訂了一些素材給大家用 以及放到材料包裏 講解了一些手像基本理念之後 我就開始進入不同的步驟去講不同的裝飾方法 這次參加的學員有一個是有手像經驗的 有一個是完全沒有 不過見到他們剪剪貼貼這麼開心 最後每個人都做到這麼豐富的頁面 我真的覺得超級開心 無論你是喜不喜歡寫手像也好 如果你是對漂亮的東西有興趣 又或者你自己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梅材 但又不知道怎樣去運用 怎樣可以排版 這個工作坊可能都是適合你的 我自己就覺得這些技巧 用在裝飾一些小禮物上面都是非常有用的 下一場工作坊就會在1月中 在目睹共享空間舉行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看看和報名參加 再見 嘩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